配合防疫海星中学1080年度的教育成果展 改以网络线上连展方式在影音网站播出 由各科同学以影片影像方式呈现三连所学成果 过程中还可以激发同学们对于影音的拍摄编辑能力 让今年的教学成果展示更加丰富、生动又有趣 以往海星中学的教学成果展都是以布展方式来呈现 今年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政策 取消了大型展览活动 改以线上连展方式来进行 今年的线上成果展实际上是因疫情的关系 没办法再实力展出 但是学生是需要舞台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学生能够给他们有一些展出的机会 那本来我们的成果展就是很大会看到是平面的为主 影片的会比较少 可是到线上以后发现影片的比较多 而且不完全只是在看到学生的成果 而且还是看到学生在练习在演出的时候 他的一些动态的一些过程 我觉得那个会更清楚的看到学生在过程当中的努力 跟老师们的辛苦 线上播放着重在影音呈现 因此线上连展更激发起同学们对影音拍摄编辑的能力 对孩子而言他们比较是说他们在过程当中的参与会比较多 而且不同的形态的展现 也会有体验不同的形态 例如在摄影棚的拍摄 在礼堂的拍摄 或是一个比较简短的一种面对镜头的一种拍摄方式 对他们而言都比较新鲜 那我觉得对孩子而言 在未来的一个影音的社会里面 这些都是他们必须具备跟了解的一个议题 5月21号上午9点钟 2020海星多元教育成果线上连展正式开播 点入海星的网站 可以看到各科同学们的精彩创作 还有他们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更有同学们的心情分享 欢迎对教育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观赏 给海星的孩子们更多的鼓励与支持 介入一会新鲜香报道